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 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可以買到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來到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阿Sam 當然還有我們的嘉賓阿袁醫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Sam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集我們有個新環節 這個新環節叫做醫療快信 是報導一些醫學的新資 還有近期有什麼醫療事故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我們會首先講 大家應該都聽到最近 美容院用超音波幫顧客打散脂肪減肥 出了問題 就是懷疑這個過程有些問題 很想阿袁醫生解答一下 如果大家看新聞 如果大家看新聞 我在火車上也看到一些電視網 說懷疑懷疑 在美容院有個病人 是接受用超音波 來打碎脂肪 企圖減肥 結果就是中風 當然了 在醫學界訪問醫生 有聽到兩個消息 第一個消息就說 用超音波這種美容容器 香港是沒有註冊的 跟著就說 其實過去這些案例 從來沒有聽過 這個是獨特的 跟著就有很多相關的報導 但他也很強調 一個訊息就說 這些醫療美容容器 在香港是沒有註冊的 沒有監管的 有時候大家聽聽 到底用超音波出現這個問題 他自己也承認很少的 很獨特的 當然大家聽聽 有時候也覺得很奇怪 你用超音波 就算你真的能夠把你的脂肪打碎 脂肪其實都是你的身體 不像抽脂 你說開刀抽脂 拿一些吸管 把腹部脂肪抽走 或者用手碎把它割走 用超音波打散 其實打散不是代表它離開身體 它仍然停留在身體 所以這種減肥方法 到底效果多少呢 我都很懷疑 可能有些人認為土腩有脂肪 打散在土腩 可能身體其他淋巴 將它帶走到其他地方 但Anyway 當時就說 就是做出了這樣的問題 按照我們一般的醫學常識來聽 脂肪不是在血管裡面 脂肪在皮下 真的打散了之後 能夠吸收它 應該都不是脂肪 應該是那些淋巴 因為你有淋巴管 將這些脂肪帶走 其實很少會走到血液裡面 一般來說是不應該的 除非血管裡面 可能有些結塊 可能在這個過程 就將它打鬆了 打走了 在我們身體的腹腔 有一個大動物的 裡面有些人也有些蓋化了 如果你說會不會這樣 將那些動物裡面 或者植物裡面 有些結塊 就打散了 這個就說 走到那個腦裡面 做出這個 所謂堵塞性的中風 但是 其實最終最終 大家可能都未必會察覺到 為什麼這些報導 從來都未發生過 也只是懷疑 是不是真的這樣的手法導致 其實都很值得懷疑 其實最終的目的 其實香港衛生署 一直都想推出一種新的 監管醫療儀器的方案 叫做MEDICAL DEVICE REGISTRATION ORDINANCE 好幾年前 都是說 因為美容院 有很多人用了這些採光 激光 這些是一種屬於醫療義氣 應該就要監管 當然了 我們美容界 很多人就群起反對 當時我也有參與 我亦都提出很多點 在那段時間 你看到坊間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報告 其中一個報導 通常由消費者委員 有份 有幫忙說 有一個報導說 有一間美容院 有一些桑拿 有一個客人 去那邊做了桑拿之後 皮膚痕 他又說 桑拿院 可能清潔都不乾淨 導致這些皮膚的癢養 感染 大家聽聽 如果你認為美容院 肉乾是有問題的 通常你會做到什麼呢 你就會鼓勵很多美容院 用一些很強烈的消毒藥水 即是Detergent 來調校 其實很多時候 有很大機會 因為這些Detergent 這些消毒藥水 是導致皮膚敏感的 未必因為皮膚去感染 洗澡會感染 反而就因為這些 用過量的消毒藥水 可能導致皮膚敏感的 還有一鐘 當時聽到 有一個女人 有一個女士 肝門患上了椰菜花 這是一種性病 看醫生 醫生問他 最近有沒有肝膠性行為 滋滋處女 病人說 我沒有 沒有做過這件事 醫生問他 你當時有做過什麼其他事 他說他前一陣子 曾經去過洗腸 然後大事報道 說洗腸 導致別人出現 乾門出現椰菜花 是不是又是懷疑呢 應該是懷疑的 大家小心看一看 這些所謂的報道 全部都是懷疑的 完全證實不到 你知道 其實背後的目的 都是想推動 醫療儀器監管 其實他想做這件事 多些法例 總之什麼都被他管 被醫學界衛生署管 你看一下 我當時也寫了一些文章 在我香港出路的電台都講 完全是荒謬的說法 因為一般香港的洗腸中心 大家所用的管 我相信都是用了一些 用完就扔掉的 香港不會用一些 金屬管 然後又要清洗、消毒 一定是很皇貴的 通常用的方法 都是用了一些管 是用了就扔掉的 有什麼機會 是因為這個洗腸 曾經洗過腸 就會導致這些 所謂乾門的椰菜花 等於這樣 你去生唇瘡 去醫生那裡 醫生問你 有沒有跟別人吵架 有些可能會不會癒了 他說沒有 那做過什麼 我最近去餐廳吃過東西 用了他的筷子 他就說在餐廳吃東西 用了他的筷子 令到你生唇瘡 變了拋殘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你知道了 香港今時今日的筷子 通常都會消毒過 就算是 要不然都是用完一次的 雖然很不環保 大致上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其實這些事故的報道 最終目的 都是想將醫療儀器的註冊方案 扔掉出來的 但問題 我一直都很反對 你知道這些方案 法律越多 其實公正越少 香港的美容界 為女性 製造了很多很多就業機會 一旦把這些醫學儀器 監管之後 這些女性想自己 做美容 參與美容時 那個障礙是多了很多的 很簡單的 你走去外國西方國家 歐洲 有些所謂醫療儀器監管的國家 你看一下 其實很少美容院 跟香港是沒有得比的 在美國 你開一間美容院 你要一個醫生 是一個醫療指導的中心 你才可以開到的 總之什麼都要他在 什麼都要用他的 license 你才可以開得到的 變成你看到 如果香港一造場這件事 當然西亞很發達 那些醫療儀器 是否可以令到這些 所謂醫療事故 是減低呢 全然你用回 基本的常識 那個問題 不是說那個 有沒有註冊 那個問題是這種 醫療的方法 這種儀器 不論誰用 都有機會出現問題 是吧 我亦都認識很多人 去醫生那裏做一些採光 都有類似的 他都有做的 出現問題之後 你就私下解決 陪自己私下發些錢 陪病人的錢 不再出聲 其實那些機會一樣有的 其實沒有關係的 美國的醫療儀器 和醫療法例 這麼嚴謹 醫療事故是什麼 是非常之多 死在西醫的手上 在美國來說 是第一大殺手的 每年有58萬3千693人 是死在西醫的醫療所做的事 和藥物 所以問題 跟醫療儀器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但你也有了這件事 你知道 整個香港的一個很大的美容事業 又完全被西醫控制了 對病人來說 完全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競爭會更加少 所以大家有時候 聽到這些醫療儀器 我相信他會不斷地報導 最終他就會再提出 是不是時候 我們要進行醫療儀器監管 一般香港人來說 他是看不透這個騙局 這個陰謀的 其實他最終目的 又是想把各行各業的壟斷權 拿回來 連美容那些 師奶的生意 他也想搶賣 OK 希望大家警惕些 將來如果政府說這件事 大家多些發聲音 在立法國內 多些發聲音 表決反對他 根本這些是完全荒謬的 總之 在羅馬 有一位法律界的學者 叫Cicero Cicero曾經說過 The more law, the less justice 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其實很多西方國家 已經很明顯出現了這些問題 香港還是一步步想報期後塵 想繼續將在立法國內 經常將那些法律 一條一條地加進去 加到最後 其實這個社會 是更加不公正 不公義 我們的自由是更加被剝削的 明白了 好了 回到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是這個食物敏感 相信很多人都會有的了 我想問一下袁醫生 怎樣和何時才知道自己 其實是有食物敏感的呢 第一 我們要了解 就是我們很多人的病 病很久的 很多古靈精卦的症狀 總是都不甩 的 就是可以糾纏到很久都不甩 原來最後我們發現 很多這些問題 這些症狀的問題 那個根源 是很多人對食物敏感的 食物敏感的 這個概念 其實都歷史都很久 也都有一些醫學的資料 其中有一位叫Dr. Brennaman Dr. James Brennaman 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Basics of Food Allergy 當時是一個協會 是那個Food Allergy Committee 就是美國的一個敏感學院 當時是一個主席來的 他寫了這本書 他發現 食物敏感是差不多 是引發差不多 百分之六十的疾病有關 很多很多病都是跟食物敏感有關 當然在醫學界對這方面的認識 都不是那麼全面 也很多醫生都不認為 有真正食物敏感的概念 那Allergy 這個字 可以說是在1906年 就開始進入我們醫學的字典 那Allergy 就是敏感 意思是有那種異常的反應 就是我叫做Altered Reactivity 就是異常的反應 那最近慢慢地慢慢地 這個意思就變得越來越核窄 不是只是說異常的反應 現在在醫學界有一個很核易的定義 所以敏感一定會有抗體和抗原 就是抗原和抗體 就是抗原和抗體 如果沒有這種抗原和抗體出現 在醫學界就不當它是真正的敏感 但事實上 很多這些食物的敏感 本身是未必有抗體出現的 總之你吃了之後 你接觸了這種食物之後 你就覺得不舒服 以及有些不良的反應 所以這個未必是跟我們所謂 有抗體抗原的敏感 是有拉上關係的 所以我們現在所說的 今次我們想跟大家討論 我們說的食物敏感 就不是一種傳統醫學界的敏感 而是一般廣泛性的食物的敏感 即是Food Sensitivity 明白 明白 那怎樣才知道自己是食物敏感的呢 很多時候 人們有很多問題 搞來搞去搞不定 到底我們怎樣可以 開始要懷疑 我們會不會和食物敏感有關呢 通常我們會這樣看 在我們所謂的病歷的時候 我和大家也談過 其實很多時候在醫生診斷 其實最重要是病歷 如果我們發現這個病人 在童然的時候 有很多敏感 那什麼情況 我只要懷疑他有很多敏感呢 譬如他經常搞腸痛 好像在嬰兒的時候 經常覺得那些搞肚痛 哭得很厲害 或者小孩子的時候 經常吃飯 就說要去洗手間 其實這個已經是可以說 是食物敏感的跡象 或者小時候很多喉嚨發炎 這些小孩子很多時候 就被人割了喉屈 其實那個問題 就不是說感染 不是說那個連球管 要shark to cock it 其實很多時候 是本身的食物敏感 未必是因為那個 細菌感染 但很可惜 很多人出現這些 喉嚨痛 很多時候就割了喉屈去 好了 或者十分仔的時候 或者經歷過很多的中醫炎 或者濕疹 或者烤喘 或者經常都說 很容易傷風 誰有病 他當然有他的粉 其實這些 很多時候都是食物有敏感的問題 也就是有敏感的問題 或者他對於花粉炎 或者他是長期的鼻豆炎 經常都是鼻豆炎 鼻塞 流鼻胎 或者家族性 有很多這些敏感的問題 好了 在我們的臨床經驗 如果一個人 經常都有一些喉嚨痛 喉嚨發炎 通常都是代表 他是有對牛奶 牛奶類的食物 是牛奶去敏感的 但多數這些情況之下 如果他們能夠割奶 其實這個問題 很大機會就沒有了 OK 好了 除了我們的病歷 過去的病歷 看到這些問題 令到我們對食物敏感 產生高度懷疑 食物敏感 還有一些方法 真的看過小孩子 有些小孩子 有些小孩子 經常有黑眼圈 他不是說不夠分 又不是說哭了 即是你看到他長期有些黑眼圈 或者你看到他眼下臉 有些條條的橫紋 這個叫做Denny's Lines 就是這些橫紋 在眼框下面 眼下臉 或者他有時跟你說 他突然間無緣無故發紅 或者發痕 也有時看到 鼻哥尖上 有一條橫紋 這個橫紋通常會出現 那個病人 很可能鼻哥經常痕 他經常會出鼻 或者推鼻哥 推上去 慢慢地 就看到這個痕 走出來 很多時候 你看到這些 你都知道 其實他一定有食物敏感 大人方面 有些大人 經常的體重 是很飘忽的 很短 一天內 可能重了兩磅 或者三磅 有時覺得他人很水腫 有時覺得很清瘦 這個其實都是因為食物敏感 你開始懷疑食物敏感 OK 好了 其實有什麼方法可以測試到 自己是不是食物敏感 或者對什麼食物敏感 當然 我曾經所說的表面的跡象 如果我們最簡單的 自己可以做得到 當然自己做得到的方法 就會省些錢 我們就用一種 撇除食物 即是介口的方法 介口的方法 這個差不多是最內歷史 最古老 也是最便宜的方法 那介口的方法 就很簡單 將我們平時認為 或者你懷疑 會很容易導致敏感的食物 那你就介了它 你自己有時覺得 我當然吃了 喝了牛奶之後 很多胃氣 很多土舍 那你開始懷疑這種食物 可能是敏感的時候 你就介了食物 看看你那個問題 本身的問題 有沒有改善 但這個問題 有些有些 撒痕起來 可能會比較困難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人的食物敏感 不是一種食物 它是很多很多種食物 那譬如它是有四五種食物敏感 那它懷疑是牛奶敏感 那它就介了牛奶 但是它症状沒有什麼好的 沒有好到的 那它就以為 牛奶沒關係 因為我介了都沒有用 那其實呢 它同時間 它可能有三四種 四五種食物敏感 那你就算介了一種之後 你的表證其實都沒有改善 所以要做這件事 很多人就用什麼呢 是用斷食的方法 就是當一般的食物 就是完全不吃東西 完全不吃東西 一段時間 那如果你斷食的期間 你的身體感覺上好 以前有影響你的問題 譬如被失失 經常打癡 鼻水倒流 或者喉嚨經常乾乾爛爛 或者皮膚有些發痕 那這些症狀完全沒有了 氣啊 胃氣啊 全部清掉了 那就是很大機會 你過去吃東西裡面有了 好了 然後呢 你將你懷疑有問題的食物呢 就一樣一樣加進去 用加進身體 自己就這樣吃回那個食物 OK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那你就可以呢 就看到呢 就是吃了之後呢 是不是很快就有問題了 那人立刻看 我不舒服了 或者頭髒髒了 那你就知道呢 那種食物是有問題的 好了 然後你停了這種食物 然後將又用回另外一種食物 通常呢 是你平時很喜歡吃的東西 哦 譬如你很喜歡吃巧克力的 或者你是很喜歡吃花生的 通常呢 你是平時很喜歡吃的東西 或者你很喜歡喝奶的 因為要喝很多杯的 通常呢 你是很喜歡吃的東西呢 你的敏感機會越大 所以呢 你先做一個斷食 整體的斷食 只是喝清水 那你的身體就清掉了 那如果你斷食期間 覺得個人呢 以前的困擾 你的症狀完全沒有了 那接著呢 你就將你懷疑 或者平時很喜歡的食物 一樣一樣加進去 哦 那你才能夠呢 是個別呢 是找得到哪種食物 是會敏感的 好了 還有一種的方法呢 我以前在這個電台 都跟大家 就是介紹過的 就一種叫做 pulse test 就是那個脈搏的測試 那有位醫生 叫做Dr.Coco 那她有個太太呢 就經常呢 就以為心臟病 就入醫院 那醫院檢查呢 就每次都沒有說她沒事的 那麼開始這位醫生呢 Dr.Coco 就說呢 她發覺呢 很多時候呢 她太太以為自己心臟有病 不舒服 或者心跳加強 都是因為她 剛剛吃了某種食物的 那麼她發現呢 她可能呢 是對食物敏感的 而這種食物呢 的症狀呢 是令到她的心跳加速的 嗯 好了 那麼醫生呢 她就寫了一本書仔 叫做Dr.Coco's Pulse Test 就書中呢 其實介紹呢 我們可以用脈搏的方法呢 來測試的 那麼簡單地來講呢 就是這樣 千萬斷食 什麼食物都停了 跟著呢 就吃回你 平時用認為敏感的食物呢 就吃 吃之前量一量的脈搏 一分鐘 吃了之後呢 或者五分鐘之內 就再量一量 看你的脈搏有沒有增加 如果脈搏呢 每分鐘增加五下或者十下呢 你剛才吃的那樣東西呢 是很大機會敏感的 那一般人呢 我這個方法 我都用了很多很多十年了 幾十年 我都教病人用的 那我自己都試過 那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呢 就這樣吃飯之前量 吃飯之後量呢 那些人呢 因為食物的關係呢 都會令到他 因為消化要消化加速 血液要補充血液 在胃那裏 那裏 那些人呢 就這樣吃東西呢 都會 脈搏都會高的 但就不會高得五下 或者十下這樣高的 OK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個 不妨試一試 那當然簡單來說呢 你平時吃東西 之前量一量 之後量一量 那你發現呢 哇 跳多 跳多五下 或者十下 這樣 那你就開始呢 就 看看你剛才吃的東西 是有很大機會 其中一件事的 那當然呢 其中一件事啦 你不知道哪一件事啦 那真的要 個別去找呢 我們都是用 陳青所說的 就要做到斷食 斷食之後呢 才做這個脈搏測試 或者自己感覺的測試 都可以的了 OK 我認識有個朋友來的 他就說 他吃了朱古力 就會發燒 吃了朱古力 發燒 這個很明顯啦 如果一個成年人發燒 很明顯 就知道這個問題在哪裏 好了 這些容易知道 你一吃了之後 就頭痛 一吃了美精之後 立刻頭痛 有些人吃了麵粉 或者糯米 立刻攪肚痛 這個很明顯 這個很容易自己都找到的了 好了 那除了這樣的方法 自己測試 或者戒口的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呢 就用皮膚 那個 用針刺皮膚 用針刺皮膚 用針刺一刺 刮了之後呢 就將有 有這種成分的食物的物質 刺到皮膚那裏的 如果皮膚有特別的反應 或者紅了特別多呢 那這種呢 就會懷疑 覺得食物有敏感 但是今時今 在醫學界呢 對食物敏感用這種方法 都認為不是很準確的 嗯 這種這種方法 可能對環境 比如塵滿啊 塵啊 那些花粉啊 這種的方法呢 我們叫Skin Prick Skin Test 可能會比較準確一點 但對食物來說 其實都不是很準確的 哦 那好了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這種 就是 另外一種的方法呢 這個方法呢 我以前在脊骨神經醫學院 讀書的時候呢 我有一位同學 他的爸爸呢 Dr. Marshall Mandel 他的爸爸呢 就是整個診所就做這件事的 那他寫了一本書呢 叫Dr. Mandel's Five Day Allergy Relief Program 那他又是用這個方法呢 就叫做Provocative Neutralization 的方法 就是呢 他是衝擊你的 他怎樣呢 又是断食一輪幾天 或者五天 然後呢 然後呢 就用他濃縮的食物 那個抽取液呢 就滴到那個舌底 哦 那就即時就來測試 那他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你做了一樣之後呢 你要休息一會 然後再做第二個 那這種呢 那這種呢 就叫做Provocative Test 我相信呢 這個準確性呢 都比較高些的 但是始終麻煩啦 是不是 就是要這樣去做 那簡單一點的做法呢 我現在呢 就很多呢 就用一些叫做 用血液的測試 那我也都始終呢 知道呢 我們身體裡面呢 有很多的不同的抗原 和抗體 和食物敏感 一般來說 有關的 那麼很多呢 我們就用一些 食物的測試 但是食物測試呢 其實都幾多下的 在我們最新的科技方面呢 其實都有很多的 那麼我們也都有幾類的 比如在我們自己的診所呢 我們都會用這種 這幾種方法 那麼其中一種呢 我們叫做呢 就是叫做延遲的反應 是Delay Onset Delay Onset 我們通常呢 就看一種叫做IgG IgG IgG是一種抗體來的 IgG這樣的工具 那用IgG的方法呢 就可以幫你測一些 我們叫做延遲反應 延遲反應的好處呢 因為很多時候呢 如果你吃了之後 就立即喉嚨脹 吃了之後 立即呢 就是頭痛 那些是即時反應的嘛 那你容易看到的 但是很多時候 食物管反應呢 就不是當時反應的 不是幾個小時反應的 可能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甚至五天之後才反應的 那這種情況呢 你真的自己看困難些的 你真的要靠這種這樣的工具 用這些這樣的 血液的測試 那IgG呢 是用一些叫delay onset的 那另外一種呢 IgE呢 就是即時反應的 那有時候有些人呢 都是 不是這樣 或者他整天的身體 整天都不舒服的 長期都不舒服的 那所以 你叫他有等反應呢 其實他都等不到的 是吧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都可以用了 IgE這種工具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還有一些呢 是 都可以用血呢 是來到 來測試呢 那個有沒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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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的物質 的延遲反應 那也都有一些呢 吸入的物質呢 是即時反應 那其實這種的測試呢 其實都相當多的 那我們公司呢 用了一種的 這種的方法呢 測試呢 九十六種食物 有些亞洲的食物 那也都是有 即時反應 或者呢 是延遲反應 那也都十六種 吸入物質的延遲反應 六十四種物質 即時反應 那其實都有很多 這些這樣的工具 來幫助病人呢 去找找到這方面的問題 好了 那這個第三個方法 那還有一種方法呢 我們叫做肌肉的測試 Muscle Testing 那這些的方法呢 基本上呢 有一個醫生 或者是從業員呢 就利用你那個身體的肌肉 通常呢 用你那個 那個上臂的肌肉 即是你把手伸出來伸直 那接著呢 他就按你的手 那個肌肉的反應 哦 那同時呢 他就給你呢 可能是給你呢 含一些食物的抽取液 或者有些甚至乎呢 就叫你拿著那些食物 他有些食物 譬如這些是雞蛋 裡面有雞蛋 或者食物裡面有些白糖 或者食物有些蜜糖 或者一些是粟米 那有時候呢 將這個食物呢 是放在胸腺的身體的皮膚那裡接觸到呢 那都可能 令到你的肌肉呢 即時呢 肌肉的力度呢 即可減弱的 嗯 那有些醫生呢 是用這些方法呢 可以很準確呢 是找得到的 那這個方法呢 在1980年代呢 就已經開始 已經很多 已經開始 比較有人應用的了 那當然呢 這個方法呢 是很視乎那個 那個 那個做的人做得好不好的 就是我聽到 大家聽得多 有些人用這個方法呢 試試某種食物 對你有沒有幫助 這樣這樣 那譬如你的身體 測試的時候呢 沒有那種食物呢 沒有那種營養素 或者沒有那種維他米 一按下去就沒有什麼力的 那但是拿著那種食物 或者含著那種食物 立即有力 那就是說呢 這種食物對你有益 那但是呢 也都可以這樣說呢 如果你 你初初 測試那個肌肉呢 那上臂肌肉 有力的 一接觸那種食物 立即沒有力 那就是很明顯 你對那種食物就敏感了 那我這些叫做 Muscle Testing 其他叫做 AK Applied Kinesiology 那這個是一位 脊骨神經科醫生 George Goodhart 是很多年前呢 就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 那還有一種方法呢 叫做Radionics Radionics 是一種 叫做 一種 測試頻率的機器 那 發明這個機器 這位醫生呢 是Albert Abrams 那他曾經呢 是史丹福大學的一位 病理學 還有呢 是臨床醫學的教授 那這位醫生呢 是很久以前的了 那 他在13歲的時候呢 已經成為三藩市 醫學學會的總裁的主席 所以這位是很厲害的醫生來的 那他就發明了這種工具的 那直至到他1924年過生 那這種方法呢 也都有傳流出去的 那但是很可惜啦 在美國呢 有一位脊骨神經科醫生 Rufe Dron 就用這種方法呢 去用這種儀器 去做這種這樣的工作呢 結果被人抓去坐牢的 那你會想啦 那你會想啦 那這種工具是一位 史丹福大學 一位醫學教授 一位很出名的權威的人 去用的 是他發明的 那結果呢 他過生之後呢 其他人用呢 就馬上被人抓去坐牢的 那其實的背後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國家 美國呢 是有些叫醫療儀器監的註殺 因為有這些醫療儀器出現之後呢 衛生署就有一個藉口呢 是將這些這樣的 他認為不是正統醫療用的工具呢 他就不讓你註冊的 那你一用這些這樣的儀器呢 這個Radeon機器 那些儀器在美國呢 他認為這些儀器是沒有註冊 於是你犯法 就是你坐牢 記得我從剛剛 我們香港今次的事故呢 其實就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發展就會變成這樣的 那因為他需要你醫療儀器去註冊 那你將你的儀器呢 他不認可的儀器去註冊呢 他就不會被你批准的 那結果呢 很多這些這樣的 或者實現式的儀器啊 或者新的儀器呢 不是西醫認可的儀器呢 就不會註冊得到的 那香港呢 也都很多公司呢 就推用一種叫做 用一些電子測試 那些電子測試 用一些穴位測試的儀器呢 那我肯定呢 當如果香港這個條例實行了之後呢 這些儀器呢 一定在市面上消失了的 那在加拿大美國呢 這些儀器呢 通常呢 就要作為一種實現的儀器 叫Experimental Instrument Experimental Divide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些這樣的法例呢 最終最終呢 是對我們的香港 對全世界的病人呢 是完全是沒有好處的 你給他多一些的條例呢 多一些法律的 我們所謂的Muscle呢 是來監管和控制和消滅其他 他認為他們不接受的醫療工具 那所以千萬呢 不要讓這些醫療儀器通過 那效果是不堪設想的 那另外一種呢 叫做Electrodermal 那在德國有位醫生牙醫呢 叫做Dr.Vol Renhol-Vol 那這位一個很厲害的醫生 和一個工程來的 那他就去中國學了 我們針灸之後呢 就將針灸那個穴位呢 就發展到呢 用這種這樣的工具 這是1940年代呢 1950年代呢 這種新的儀器就就出現了 那當時呢 也都是出現很多 醫療界的爭拗啊 那這樣也都在 很多在美國呢 這些儀器都是被禁用的 那發明這個儀器呢 這位是一位德國的醫生 和一個是工程師來的 那四年年代五年年代有 那這個呢 叫做Vol machine 那這種工具呢 在香港呢 即也都有醫生 有些在自然醫療的醫生呢 會用 因為香港呢 始終是沒有這些這樣的條例 那如果有這些條例呢 這些這樣的 非常之有效的工具呢 就不能用 會被消滅的了 OK 謝謝袁醫生 先 我們第一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二三的w.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音樂 歡迎收看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院里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讲一讲食物敏感的问题 刚才讲了怎样知道自己有食物敏感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得到 我有个问题就是怎样可以根治到食物敏感的问题呢 袁医生 其实食物敏感当然最容易的就是介口 我相信在中医的文化里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你发现食物对你敏感很明显 或者你做了测试之后已经知道是 那你就要介口 你要介多久呢 这个很适合敏感的程度去到哪里 如果有些食物你吃了之后严重休克那些 我相信你一生都不能吃 但是有些食物就是有少少不适的问题出现 就是不是很严重的反应 那很可能你戒了一轮之后呢 你的身体就那个敏感度是减弱了的 那以后呢你可以间中吃一下 间中吃一下 如何间中呢 我们叫做rotation diet 就是你四天吃一次 分量不要那么多呢 那很多时候呢 都不会引发这些这样的 所谓的异常的反应 的敏感反应 那当然所以第一样东西就是用这个方法 那第二个呢 在同类疗法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将那个敏感的食物的物质 是将它稀释它 稀释到十分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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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到六X的份量呢 那就可以叫做用同类双字 就是以毒攻毒 就是说呢 你对那样东西敏感 我就将那样东西呢 将它稀释充能 将它变成一种能量的药物呢 就医回你 那这叫做不折不扣的所谓以毒攻毒 那我跟大家都说过了 有个病人他是有对朱古力敏感的 那他的敏感的反应就会发烧 那你知道啦 他们很喜欢吃的嘛 又不肯戒口 那结果怎样呢 他就用这个方法 用朱古力的同类疗法的疗剂 来作为治疗 那他就不断地用这个方法呢 就每天服用几次 我叫做desensitize 它 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就没有这种反应了 那有时候呢 他会在临吃朱古力之前呢 那他就会吃一下 吃几滴这些东西 那我也都试过有这些病人呢 他直接是对虾蟹很敏感的 那直接敏感到呢 差不多是透不了气的 很严重的那种反应呢 那他也用回同类疗剂的shellfish 就是贝壳类的产品做出的疗剂呢 那吃它一轮 吃它一个月两个月 那就是吃它一段长的时间呢 那他对这种方面的食物敏感呢 如果间中吃一下呢 其实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 就是在我们打肯自然健康中心 我们会用的方法来的 那当然啦 除了这些这样的工具呢 在北美洲呢 亦都有人是用一种 很有趣的 我听过这些病人去用 我自己就没有学 这种方法呢 叫做NAT N-A-E-T 那是一位医生是Napodripa Allergy Elimination Technique 那这位医生就发明了 这种方法呢 就是用你的身体的肌肉的测试 还有呢 我们那个针灸穴位的知识呢 就来到 来到重新锻炼我的身体的 那他呢 有时候呢 他发现这种食物敏感呢 那他就拿着这个食物 接着呢 在你的脊椎那里呢 就不断的敲打 就是参加 所以说是换死你的身体的 那有很多这些这样的步骤呢 或者掃啊 或者电的脊椎呢 在同时做呢 那有些人呢 就重新呢 身体的神经系统 治疗神经系统呢 学习了呢 是怎样呢 是对这种的食物呢 就不要 不要出现问究 哦 OK 好了 或者我再补充一下呢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 就是如果自己用食物 就是介口的方法来到测试 那当然呢 最彻底的方法呢 就是不要吃东西 断食 但是很多人呢 一听见说不吃东西 他们那个 认识呢 是很负面的 他觉得会饿死 他未必肯做的 那有位医生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他这方面的权威的 那他就教你 不如这样吧 你与其不要说什么都不吃 你吃一些 我们一般认为是低敏感的食物 那什么叫低敏感的食物呢 那他的餐单里面呢 就包括羊 羊是最低敏感 很少人对羊敏感的 饭 饭都少的 芋头 Cranberry 那个Cranberry 是叫什么 英文叫做什么 是 一成一不错 Cranberry 是 月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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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成一不错 车离子 杏土 apricot peaches 是那个肚 还有很多其他蔬菜 这个类的 那么 所以严格一点呢 就可以 啊 割了 羊 鱼 那个 薯仔 豆类 和黄豆 那么因为很多黄豆呢 啊 都是很容易 很容易敏感的 嗯 还有有些人呢 对那些所谓那些 那些 金属类的citrus 啊 橙啊 檸檬啊 都容易敏感的 嗯 还有有些人对粟米呢 都很容易敏感的 那一种做法呢 就将我们 刚才所说的 容易敏感的食物呢 就不要吃 OK 只是吃一些低敏感的 低敏感的食物 OK 就是羊啊 鱼啊 饭啊 薯仔啊 buckwheat啊 beans 当然啦 如果你是对黄豆的敏感呢 豆漿敏感呢 豆腐的敏感呢 都要割 嗯 当然了 最就是最最稳折的方法呢 就是就是断食 全面断食 好 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呢 在波音公司 有两个工程师 他们就在这方面呢 他就学了这方面的 那个食物敏感的资料 看了几本书呢 他就试一下就 就有什么办法呢 是控制它那个血糖的方面 因为有糖尿的 这两位工程师吃一些很简单的食物 他吃了之前凉血糖 吃了之后用手指指 再凉血糖 他发现有些食物会令他的血糖不沉长地升高 他每一个小时停一个小时 等血糖的指数低回之后 再吃另外一种食物 如是者,他们发现他对鸡是敏感 他对鸡是敏感的 而鸡也是导致血糖升高 因为我们也有说过 有叫做升糖值 Glycemic Index 通常动物的淀粉质 很少会令血糖升高 幸好这个方法发现肉类 例如牛肉和鸡 都是导致血糖升高 所以如果他不是用这种方法 他没有办法找得到 因为这两种食物都不是属于低升糖值 Glycemic Index 通常有糖尿病的人都不会想起这个问题 好了 或者我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说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病 都有很大机会和食物敏感有关 在我们医学的临床经验 以下这些疾病都很有机会 或者很经常性和食物敏感有关 譬如关节炎 酵喘 尿床 泥尿 膀胱经常发炎 肢气管炎 滑囊炎 即关节滑囊 Bursitis 肿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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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胀痛 肝胀痛 有沉疹、水肿、蚊、蚊、膛、疲劳,膽疹疼而闭疼 还有 突然之间给扯刀发作 有些人的膽疼 会很严重 所以很厉害 突然之间都会襲击 抢气、抢炎、头痛、疯烂、过度活药 我们知道是跟食物的颜色、附加品很多 低血糖、抢敏感、 irritable bowel 有些吃了之后,抢很不舒服 很多气、肚泻、便秘、交替出现 这是抢敏感、 irritable bowel 痕、关节痛和关节肿胀、学习能力的问题 很多时候小孩学习能力差 经常去补习、花很多时间 其实问题根源是食物敏感 如果那方面处理得好 或者简单点,不要让他吃那么多、喝那么多汽水 不要让他吃多加工的食物、牙鳥多的食物 其实他的学习能力的问题可能就没有了 吸收的问题是脑袋功能的问题 叫做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 其实跟脑方面的运作出现任何问题 都可以怀疑这方面的问题 肾炎、性格的突然改变 我们叫做personality chain 突然之间哭、突然之间乖、突然之间很挑剔 这种很古怪的 都有机会 尿蛋白 从腹性的感染 或者尿到感染 或者阴道成发炎 或者鼻痘成发炎 抽筋 鼻痘炎 皮肤出疹 和一种溃扬性的结肠炎 还有一些最新的资料 原来长期的疲劳症 糖尿病 刚才我们看到的 波音公司的两个工程师 都发现 一个原来对牛肉敏感 导致血糖高 糖尿病 另外一位原来对鸡敏感 导致糖尿病 一形二形都有机会 还有纤维肌肉痛症 周身根基酸痛 还有特眼性的甲状腫瘤 Graves disease 还有桥本氏病 Hashimoto disease 其实是自身免疫 现在归纳为自身免疫的疾病 攻击身体的甲状腺细胞 而导致这种甲状腺的毛病 红巴狼瘡 还有多发性的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还有重症肌毛力 Myasthenic Graves 还有多发性肌肉肿痛的风湿问题 还有雷纳士病 Reynard syndrome 还有Sulgram syndrome Sulgram syndrome 通常是一种雷风湿的症状 加上眼睛会很干 这样的病 在过去医学上 都发现和食物有关 如果你找到食物根源的起因 其实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明白 好了 那我们今集有封信想解答 这封信是一位听众叫Terence 想问一下有关同类疗法 鼻斗炎可不可以跟字 或者改善呢 这位听众就是30岁的 今年男性 已经患上鼻斗炎超过20年了 症状列了几点出来的 就是鼻子有些分秘密 很多很浓的黄绿色的鼻涕或者痰 差不多每几分钟就要清理一次 如果不清理 就会塞住鼻孔 日常生活很不方便 第二点就是 在冷气之下 就情况更加严重 第三点就是 我鼻咎很多 很骯髒 第四就是 我鼻整天都很痕 第五就是精神和身体 就长期都觉得很累很累 那他之前几年呢 就接受过一次手术的 就清理过这个鼻斗 但效果就是不理想的 现在间中都会吃一些中药 但效果又是不大 那他又有两个问题想问 如果同类疗法 或者其他疗法 鼻斗炎是否可以跟字到 或者改善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价钱方面大概要多 其实袁医生 这个问题 是不是很关系 这个食物敏感的问题 我相信 如果这位听众 Terence 如果他在听这个节目 他肯定他都知道 这个问题 很大机会 跟食物敏感有关 你想想一下 他几岁已经有了 他很肯定 他过去一定用了很多抗生素 如果是细菌感染也好 这些问题 就是用药都应该控制得到 但是呢 看他的聚述这个情况 他根本是长期被失 长期都是要留鼻涕 黄黄绿的鼻涕 在一般的人的意识上 这个就是细菌有感染啊 但是背后的问题 是不是感染的 是通常 他最大机会 是和食物敏感有关的 哦 你说 很多人都会这样问 这些病 或者我这种什么病 都好 能否根治和改善呢 我就可以和大家说 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病 叫做没有办法改善 是吧 除非你元气已尽 应该是要去 那你就什么病 什么病都医不了 那同类疗法呢 印度国库坚地曾经说过 同类疗法呢 是他认识 所有医疗里面呢 疗效是最高 和最广泛的 那在我们医疗里面呢 我们是用多方面的工具 比如同类疗法 当然 我们会根据这个病征 这个病重呢 我们会配适当的疗剂 我们都用过 在这种情况下 处理很多的 但是 如果你的病因 是因为食物敏感的话呢 我们呢 一是用同类疗法 将你的体质 改到你对食物敏感都没有了 哦 那你就可以彻底根治了 是 或者呢 我们用一个同类疗法的 对症下药 配合到你这个鼻痘炎 这种这样的 曾经所说的症状呢 那他也有机会呢 是改善和根治的 那但当然呢 如果背后的 那个真正的成因呢 是食物敏感 而他不断的要吃那样东西呢 那很可能呢 效果呢 都不会那么 那么 那么 彻底的 都这样 所以呢 我们都会多方面去看 那 你的价钱需要多少呢 真的好视乎的 就是 你说最简单 如果他的症状呢 是不是因为食物敏感 而是基础 那我们好 用一个疗剂 的 和疗法方法 配对症下药 很快就好 那大家 我都和大家 都说过了 我们的 我自己的诊金呢 都是大概600元 半个小时的 那我通常都预计 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尤其是慢性病 因为慢性病 我都要考虑很多事情 是 我对着病人呢 我会考虑 他的病症 是否可以用表面的症状 去入手医得到呢 如果我们发现 这个问题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我就要了解 他的体质 整体去医的 那 体质的医病呢 我们当然 要了解的资料 是多很多的 那如果他发现 如果他要做食物测试的 那当然呢 如果他说 我自己在家里去尝试一下 用那些所谓介口的方法去找 或者用他自己的密博方法去找 那当然也可以 那 或者他想试一下 就用那个食物测试 那食物测试 那我们最基本的 那个叫食物延迟的测试 都要2800元港币的 那你要加上那个 即时反应的食物呢 都要3800元的 做这个测试 那如果你说要加上其他 加上吸入的物质 例如16种吸入物质 都要4800元的 那如果再加上 是64种吸入物质 都要6800元的 那你再加上一个 是叫IgA的 IgA和IgG 都是延迟食物的 那又加多1300元 都要8100元的 那就是有些人说 哇用很多千元 来到要做这个测试 那但是如果这个问题 如果困疑多了20年 我很肯定 你过去所用的医疗费用 是远远超过那几千元的 没错 那就算在我们 在我们 在我们需要一个 妥长的时间 用不同的方法 把这个问题 彻底跟住之后 那大家也要知道 自己也要问一下自己 健康是否值得呢 我经常都会说 健康是无价宝 所以你问 这些价钱需要多少呢 我觉得呢 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健康店 有些草盘植物 叫Hydrasis Golden Seal Echinacea 这个是草药 草药呢 这个Golden Seal Hydrasis 通常对那些 黄黄绿绿的炎症很有效 那可以 Telens可以去我们健康店 去买这个 简单的工具 试试 可能都搞定了 很便宜 可能8-200元 但如果不行的 可以再进一步的话 进一步 如果我用急症的方法医 可能半个钟头的时间 我已经可以找到一个尿剂 可能都是六百多元 七八百元 加上尿剂 可能都搞定了 是 但如果发现 这个问题不是 不是那么简单 我估计都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20元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 体质方面也要处理它 食物敏感也要处理它 你急症有急症的治疗 体质有体症的治疗 食物敏感也要处理它 其实都要多方面的 最终最终 我的感觉 其实我们用的方法 费用一定少过你过去 用了很多年 用了很多钱 加加的钱 都未够治好自己的 一定是低过它 而且健康是无价之保 根本都不需要去考虑 这件事 好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email 这个都是比较之前的 大概是8月8日的下述 我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email 去说些什么 因为他下面报道一个 在网上得回来的资料 大家听到你就明白 我想给大家知道些什么 是的 这位听众的太太 就有甲状线扭 多过超过一年 很多西医都建议她做手术 但他们就不想做手术 她那个太太就在看中医 她的甲状线很多都正常 除了这个 指标 就是她说她的甲状线指标 是正常 对了 就是总是有旧东西在 没错了 就不是说她那个 甲状线的甲状线本身有问题 所以她的甲状线指标 是全部都很正常 是的 在自然疗法 有没有一些方法 可以医到甲状线扭 她的网上有一个 得到一个资料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她的网上的资料 她就说是关于鸡粉的 她就有人介绍了她看一个女中医的朋友 原本就是一个台湾护士来的 但是她的朋友是台湾人来的 其实 不过已经定居了香港了 她几年前就发觉 脖子是一件事 看医生就证实了她有甲状线扭 西医就建议她做手术 但是她又不想做 所以就看那个女中医 那女中医就长烈了一堆食物 叫她的朋友不要吃 吃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 另外呢 有个朋友就叫她千万不要吃鸡粉和味精 那她朋友很辛苦的戒了两年 那两年都尽量不出去吃 那她朋友试过一出去吃完之后 那她的肿瘤真的变大 那她忍得很辛苦 不出去吃 那经过两年了 那她的朋友的肿瘤就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在这个 这个 在网上这个案例就看到 是不是 就算这些这样的肿瘤 我相信这是良性的肿瘤 未必是跟甲状线本身有关的 那这些良性的那些纤维柳 或者水浪 水柳 那原来呢 结果呢 都是跟那个味精 啊 鸡粉啊 那些全部是味精来的 是有关的 那她自己呢 在饮食那方面呢 是做戒口戒得足些咯 那很多问题呢 都解决了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她也都问一下 那在自然疗法里面 如何去去去去去医甲状线楼呢 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资料 和这方面的经验 那但是始终呢 这个楼呢 是一种一种结构来的 它不是一个水浪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是需要呢 一段长的时间 医生本身的隐 那很多时候呢 会考虑到 用个疗剂 处理个隐身的体质 也有一些疗剂呢 是对付那个滑垂的 那很多人呢 是用这个治疗过程呢 慢慢慢慢地呢 就会改善了 那我也都有这病人呢 就是水浪的厂炉 很大的 那他就先就用手术方法呢 将它抽出液体后,再配达同的疗法,它就没有再发作 否则很多时候,就算抽出液体,水囊很快又会变化 所以你一定不要只是依赖手术,搞定它 有时候手术,如果你的扭是黏着甲上线 甲上线可能被它破坏了 跟着甲上线的问题,在长期的问题上困扰你,你可能要吃甲上线素吃一小 所以怎样都好,用自然的方法,用一些没有侵犯性的方法 用一些没有副作用,或者副作用极少的方法 应该是一般人在处理健康的时候一个首选 对抗性的医疗,用严厉的药物去处理身体,或者禁病症 我相信应该是一种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之下,才可以尝试 通常用西洋的方法,如果是短期有效就有效 通常如果长期吃下去,始终副作用是抵消过你的效果 所以自然疗法是全世界第一大医疗 全世界人口,很多地方用的所谓古方医疗,土方医疗 都是属于自然医疗的医疗 同类疗法,我也和大家分享过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知道 同类疗法是全世界第二大医疗 好,多谢各位收听今集的自然疗法与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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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